再变 使 众生 业力变现出来 我们也听到很多语言 也听到很多灵界的信息 可不可以相信 最好是不要相信 传递信息 一个是善意的 一个是不善意的 善意是提醒我们的警觉 不善意 它引起我们的恐慌 造成负面的影响 所以古人讲 谣言 执于执着 也就是 这些东西我们听到了 看到了 应该用智慧去判断 不要随便就听信 这一点 非常重要 今天谣言 全世界 造主对我 我们根据什么判断 中国老祖宗 第一部 重要的经典 流传下来 就是义经 义经里面讲印古 告诉我们 极善之家 必有余群 极不善之家 必有余羊 那就是有灾火 那我们就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 极善之家 从老祖宗来说 我们这个族群 中华民族 这个族群 这个族群 以汉民族为主 历史最久 人口最多 这个民族的老祖宗 我们有理由相信 至少都在一万年以前 老祖宗就教导 后世的子孙 世世代代 要遵守伦理道德 所以这个族群 是极善之家 是伦理道德 仁义起家的 后世子孙不孝 把老祖宗的教诲 丢掉了 收获掉了 也不过是二百年 要一万年来算 二百年不算什么 往后